天堂与地狱到底有多远 当影片开始的时候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部类似于欧洲性旅行那样的青春性观光影片 但如同杀出的黎明一样 影片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风格突然由轻松转向了紧张 几乎是两种类型片 这样对接的效果令观众仿佛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对突如起来的暴力应接不详 影片从帕克斯顿与乔史的欧洲之旅开始 一个想成为作家 另一个想成为律师 他们来到荷兰寻求性的释放 放纵一下是所有年轻人都乐中的事情 更何况美女打麻的诱惑 但很显然 想成为作家的乔史 似乎对这一切都有一种抵触的心理 即便有那个冰倒的奥利家人 也令他无法兴奋起来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 所有香烟的暗示都冠冕堂皇的摆设出来 浓重的商业味道令乔史无法接受 所以当三个人听说在斯洛伐克有一个神秘的旅店时 这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香烟的天堂 神秘的地点 两者结合起来 远比荷兰那种商业为十足的诱惑 来得更加刺激 这里需要指出还是乔史这个人物 与其说他在底处 莫若说他内心中渴望更大的刺激 当然也只有更大的刺激 才能令他抛弃与生俱来的胆小甚微 斯洛伐克一个偏远的小镇 当三个人孤零零地走下火车的时候 周围的荒凉早已预言了 这地狱般的世界 但很显然 阴暗往往比光明更具有吸引力 于是三个人义无反顾地 走向了那个更为神秘的旅店 天堂在哪里 这是一个疑问 但拥有美女拥有放纵的所有一切 都迎合了人心中最渴望的一种释放 如果将释放当作人生的目标 那么天堂就是可以释放的地点 三个人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美女的青睐 这比任何事情都来得刺激 尤其是对于男人而言 于是 他们同时忽略了美女以外的事情 这里有暴力的孩子们 这本身就预设了这个天堂 其实就如同地狱一般 而更重要的是 一名神秘的老者在讲述着自己的愿望 地狱的阴影在慢慢地袭向三个人 终于 一夜风流之后 奥利首先失踪了 这对于胆小的乔士来说 无疑是一个刺激 他立即有所觉醒 当然 这种觉醒是先天性的 但无奈 朋友帕克斯顿却依旧沉溺 于是 乔士成为了第二个受害人 这里比着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那就是从影片前半部 随着剧情一直发展到现在 乔士这个本以为能够成为主人公的人 为什么会成了第二个受害人 那个幸运最倒在仓库间的帕克斯顿 怎么会成为将故事延续下去的动力呢 因为在许多影片中 性格特点往往决定了谁是主角 此片中 乔士的胆小谨慎 在前半部已经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而帕克斯顿与奥利则显得毫无性格 或者说性情大同 抱着这样的疑问 开始观看接下来的剧情 没有任何作作 残暴的画面开始上演 除了许许多多杀人的手法以外 笔者最感到震惊的是街头那群少年的行为 每一包糖果 他们将两个彪悍的打手杀死 那个孩子偷偷则坐在一旁 若无其事地吃着手中的糖 然后用糖来奖励手下的这些小打手 我想 这样的情节恐怕比那些牢笼里杀人的情节 更具有震撼力 也许这是一种暗示 暴力的延续以及斯洛伐克那个 被战争摧残后的变态社会 帕克斯顿的确是上帝的宠儿 他虽然经历了一次自投罗网的恐怖 虽然因此失去了两根手指 但他还是成功地逃了出来 并且拯救了一名日本少女 但他所面对的却是整个小镇的疯狂 即便是警察也是罪恶的帮凶 这时 天堂终于变成了地狱 所有的香烟只能残存在记忆之中 而帕克斯顿也将化身为天堂的美女撞死 从而揭开着地狱的真实面貌 当帕克斯顿终于逃离了可怕的斯洛伐克时 当他守任了那个在西方世界中体面的神秘老者时 他看到了实时中最本质的东西 那就是罪恶 回过头来看帕克斯顿之所以成为影片主角的原因 首先他力求成为一名律师 这是极具正义感的企图 所以他在厕所间离守任神秘老者的作法 显然更具有象征意义 而相当重要的是 一名想成为西方律师的人 在这种环境下 也只能采取以暴至暴的手段 无论是撞死美女的行为 还是刺死老头的行为 都是对法律的并且 被天堂伪装的地狱中是没有法律的 所以警察成为帮凶 所以律师在逃亡 然后以暴力手段进行复仇 而乔石的死是极为正常的 他软弱 他谨慎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但世界不是作家笔下的东西 死亡在等待着作家的虚文 人心的可怕恶毒 是作家永远无法体悟的 所以 他的死完全是对世界的一种嘲讽 天堂是需要幻想的 但地狱却真实存在 于是 好奇成为一种灾难 切若令人类心中最恶毒的嗜好 在地狱泛滥着 从天堂走向地狱 难道真的有距离吗 本篇节看了这个答案